新政府呢 也的确要凝聚民众的共识 因为民调持续低迷 有媒体调查显示 一旦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出征2020年的总统大选 那么将会有破六成的民众支持 反倒是总统蔡英文只剩下24%的支持度 就连前总统李登辉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 都毫不留情地批评蔡英文没有决断力 民调可能会继续往下掉 而总统蔡英文在今天出席 创新创业嘉年华面对媒体提问的时候 他却微笑不回应 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轻人 我就问最后凶说他们大概都几岁 他说平均大概不到30岁 我们好像相对的比较老一点 出席创新创业嘉年华 总统蔡英文一进场笑说自己老了 但要为台湾数位科技找出路 鼓励年轻人跳脱舒适圈 创新创业要成功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跳脱当下离开舒适圈的勇气 鼓励要有离开舒适圈的勇气 但前总统李登辉却劈他没勇气 李登辉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中提到 蔡英文想做的事情太多 但司法改革不完整 年金改革不具体 连劳工休假问题都不明快做决定 实在没决断力 没勇气 外交方面搞不清楚新南向要做什么 两岸维持现状又是什么 蔡总统支持度恐怕继续往下掉 总统李登辉比你没有决断力 总统李登辉比你没有决断力 不想回应的还有美国大选后川普效应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可能参选总统 有新民调就显示两人一旦对决 蔡英文仅有24%支持度 郭台铭突破六成 美国选后蔡总统首度和AIT处长梅建华同台 只是川普效应不仅影响台美关系 内政问题乱糟糟 蔡英文未来又有新对手恐怕面临不小压力 这位文学李文浩台北才能报道